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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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所以说我们就决定在这次议会的临时会提出追加减预算 那因为照议会的惯例的要求就是说我们假如要送给议会省的议案 相关资料一定要在议会程序委员会召开之前五天要送到议会 那因为议算书还要再去应试 那所以说配合这个作业 所以我们特别在今天礼拜五的五点半 大家下班之后耽误大家的时间 我们来召唤这次市政会议 那这个就是为什么临时请大家来开这个会的原因跟归报告 那我们现在就是不是来开始进行今天的会议 讨论提案 第一案 提案机关 主计处 案由 未因应年度进行中 中央各部会补助及业务上所需 本市109年度总预算第一次追加减预算案 已依相关规定会编完郡 进行审议 请主计处说明 主席副市长 各位主管大家现在失算午安下午好 那这次追加一点预算来讲的话 在市政府的办理的时间非常冲促 当然 在整个审查的过程中 我们使用了很多程序 不过就各机关的需要我们都有考虑到 那这次税入的部分我们总共列了 50亿3962万1000元 那主要的来讲的话是有税客收入 有17亿多 归费收入有5亿多 财产收入的话 因为我们有做一个 精算调整的话 我们是减掉了300多万 那中央的补助是占最大宗 有29亿多 那其他捐献收入跟 还有赠亿收入的话 加起来的话两亿多 这是有关税入的部分 那税出的部分来讲的话 我们用正式别来分的话 总金额我们也是编了50亿3962万1000元 那最主要的话有经济发展支出 我们编了最多 那经济发展支出 我们总共编了28亿多 那主要的项目 在这边跟各位报告一下 就是说我们有捷运文新北屯县的工程 因为捷运明年就要正式通车 所以在赶工阶段中 中央有特别来要求我们 说要最佳经费 因为它的工程精度超前 所以要付厂商的经费也增加 所以我们编了2亿多的经费 还有道路桥档小型工程 我们因为是因为市民所需 我们也追加了一部分经费 那另外一个是交通的大动脉 市政路的延伸这个部分 因为土地款的问题 因为编列的预算 重新核算是不足 今年的需要 所以我们追加了4亿8千万 这是市政路延伸工程的土地款 那另外对于我们偏乡地区 和平区的吊桥 有围桥的部分 我们也编了5千万 但另外对于水利工程排水方面的话 我们也编了5亿多经费 这个部分就是我们经济发展支出 编了29亿多 反正这几项是主要项目还有其他的 那另外第二位的话 我们是也不能忽略教育 我们的教育发展支出 我们也编列了10亿多的经费 那也把我们编列的主要项目 也跟大家报告一下 当然充实教学设备是免不了的 这我们编了2亿多 那因为冷气的部分 在中央现在也已经承诺说 要做大部分的补助 我们要有一些配合款 但是冷气它有一个最主要的话 就是我们的电力负荷的问题 所以我们首先超前的部署 先编了电力系统的改善 编了三千万九万元 那对于学生的营养午餐 食材的部分 我们也非常重视 就是可追溯生鲜食材的计划 我们也编了1亿多的经费 厨房和厕所的改善 这个部分我们也编了1亿多经费 因为对学生有最直接影响的两项 那对于 那另外就是有关运动的部分 我们对棒球场 风雨操场等等的运动场的部分 有些急迫性要修缮改善的部分 我们也编了五千多万 那对于 因为这是教育科学文化支出 我们到一文场所的整件 也编了九千多万 这个是属于教育科学文化支出的部分 那社福我们也不会忘记 社会福利支出 我们也编了六亿多的经费 这主要就是说 是长照的部分 长照的部分 我们编长照二九年相关计划 我们编了三亿多 还有一个公托倍增的计划 我们也编了七千多万 那另外对于老人家 他这个假牙的部分 因为申请的人数 超过我们原编预算的人数 所以我们也编了三千七百多万来因应 那这个就是我们税出的部分 主要的项目 那也是编的同额的五十 五十亿三千九百六十二万一千元 那这一次我们编这个最佳捡预算 有一个跟以往很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说 在支架市 开始到现在是第十年 第九 第十年了 那第十年我们 几乎每年都有办最佳减预算 但每年最佳减预算的时候 我们的税入裁员都不足 那不足的情况下 那就是要举债 那举债来因应来迷平 那今年我们有个特色就是说 我们税入税出是相等 就不用举债 也不用再增加市民的负担了 这是跟以往特别不一样的地方 那另外再跟大家报告一个就是说 我们的经费很拮据 所以说在要税入税出 要平衡计算 我们就必须 不举债的情况下 就必须要筹缩裁员 那有些在 因为从去年 我们总预算编完以后 到现在已经有超七八个月了 有些中央补助款来 我们又配合款 那有些中央计划的改变 还有加上我们这次疫情 疫情的影响 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们财政财力分级 我们原来是第二级 今年被中央 因为台中市财政状况并不是很好 被平等为降一级变第三级 降一级的话 有些中央补助款就会增加 比例就会增加 所以在这三种因素方面来讲的话 我们因为疫情停办或者减半 因为确实是因为 活动已经不用办了 那你说钱留下来 我们不把它来做最有效的利用 这是我们市政府的不对 所以我们把它 该追减的部分我们追减了 这个部分有四千两百多万 那其中是出国的部分 我们几乎 几乎有八成以上都减掉了 我们减掉一千三百多万 就是各机关的出国 因为现在 确实上我们是 出国大概有一点自爱难行 所以把它减掉了很多 那另外还有一些活动 那就是前半年 因为疫情活动停办了 就我们以后也没有再继续办理的 必要的活动 或者减少办理的活动 我们减了两千八百多万 这个部分我们就当作 我们最是最佳减预算的裁员 那因为中央政策改变 等等的因素 我们也节省的市库负担有两亿多的经费 这个也是当作最佳减预算的裁员 那财力分级调整 刚才有报告说 第二级调到第三级 那我们可以 市库可以节省了两千六百多万 那这个两千六百多万 不影响计划 因为这两千六百多万 中央会增加补助 那这个就是这一次 我们最佳减预算 为一个简要的说明 最以上报告谢谢 谢谢 谢谢蒋处长的说明 那刚刚处长特别强调 我们这一次 总共这样子 税出税度有五十亿 都没有再举债 就是说 这个裁员除了 我们这个统策分配款之外 那另外就是我们 中央补助款占大宗 那另外就是我们 减掉一些 疫情影响 而没有办的活动 以及出国的计划 所以说 我想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现象 就是说不必再举债 那对于这个案子 请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 没有的话 那我们就通过 通过以后 送台中市议会审议 那这边也要拜托大家 就是说 既然我们 一半这家人议算 而且刚刚 从蒋处长的报告 知道说 这个都是很必要 要做的 所以说麻烦 各个首长们 去跟加强 跟议员的沟通 说我们的案子 请他们一定要 务必要支持 好 下一案 电付案 案号 电运01 提案机关 运动局 案由 教育部体育署 109年度 核定补助本局办理 台中市大渡区 城公里 国道3号桥下 足球场 披荐工程 其中 中央补助款 228万元 比例60% 本府配合款 152万元 比例40% 合计 380万元诊 你请同意 办理先行电付 尽请审议 请运动局说明 市长 副市长 秘书长 副秘书长 以及各级长官 大家好 那运动局的部分 就这个案 做一个摘要的报告 那依照体育署 在6月22号 所核定的这个案子 是前瞻计划 所支用的 这个向下核定的 补助款 那因为按照 前瞻计划的执行期 现在明年的110年 8月前要完成 还有包含最后的验收 跟和解的程序 所以特于在这个 追加预算的时候提出来 曾经各位长官来支持 那整个中央的补助款 占6成是228万 那配合款的部分 占市府的市库 占4成是152万 总计380万元 那希望说这个部分 如果可以获得到 长官来支持 在这次的追加预算 当中来做一个处理 那后续再办理账务转正的工作 那后续获得到同意 那就尽速来执行 这笔中央的补助款的预算跟经费 让这个足球场可以尽速来完工 以上报告 讲的说明 那请问大家对这个案子有没有意见 没有的话 我们就通过 通过后送台中市议会审议 案号电运02 提案机关运动局 案由 教育部体育署 109年度核定补助本局办理 台中市坛子区新封段新建检疫 棒垒球场工程 其中中央补助款900万元 比例60% 本府配合款600万元 比例40% 合计1500万元整 你请同意办理先行垫付 尽情审议 请运动局说明 同样这个案子跟各级长官做个报告 那同样是在前瞻计划向下的经费 所获得到教育部体育署 在同样是6月22号才核定的这个案 那因为考量到预算的执行 跟在明年8月要完工的这个期限 所以特别在今年也一并提出来 那全案是在坛子区 有一个检疫棒球场的这个新建工程 整个中央补助款占900万 达6成 那市库配合款是600万 在整个市府的配合分摊是40% 那总计1500万 那考量到这个预算执行跟前瞻计划 完结的这个进度 那希望能提出今天在大会 透过最佳减计算程序来完成 那后续再办理账务转正的这个工作 那尽速来符合这期限内来完成 坛子区的检疫棒球场新建工程 以上再请各级长官做指导跟支持 以上报告 谢谢 好 那请问大家对这个案子有没有意见 这是 国务局长请 主席 那个副市长 秘书长 副秘书长 各位同仁大家好 我能不能请教一下 因为看到这个文件的资料是讲说 第一次追加减预算的时候 完成法定程序 办理账务转正吗 那我不知道 刚刚这个 那个主记处长所谈到的 那个50亿的预算里头 有没有含这两笔 我不知道 请问这个审的时候 主记处长你们这边这个两笔有包括在之前的 好没关系这个我们现在通过以后我们就会提醒假如说没有办法的话 但那个就是要配合到定期会下一次 就是110年 对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在这个提案表的时候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能不能请运动局在这个修改一下 109年度第一次追加减预算或110年度 那个再转正这样 请问李局长你们这个案子当时在签会的时候有没有在是什么时候会到主记处 因为他就说最近这个预算的会议是前两天才开的 对跟副市长报告那这个案子在核定之后因为还有报中央做一个修正计划的时间 所以当然是希望说可以在这一次的最佳预算纳进来 那所以在之前的会宣过程可能细节上我再跟我们相关的局势做一个请教这样 好那我们这边就是通过以后当然就是说办这一次或者下一次就明天度 因为定期会也马上就要召开了 这次没有纳进去的话就到下一次再去准备转正 不过跟各级长话还有副市长报告就是因为他前段计划执行期限到明年的8月就要完结 那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希望说可以尽速的让这一个工程可以尽速来做一个发包的程序 所以那这个部分我们细节再跟相关局所请教一下 我们修正只是让他比较有弹性而已 就是说你不是这一次就下一次那当然是假如是确定好有在这一次就这一次 没有的话我们再来我想因为可是我们这次假如通过没有在里面 这次大概就不行了因为已经没有时间再去作业 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召开这个临时会就是因为那个时间很赶 因为我们通过以后主计处那边还要马上修正完 那资料就要送印刷厂了所以没有的话就没有办法 所以说你我们这一点就改成刚刚罗局长建议的改成比较弹性 这一次或下一次的这个议会审议这样好请问还有没有其他意见 没有的话我们就通过通过以后送台中市议会审议 好那请问有没有临时动议 没有的话就谢谢各位的配合我们上会 谢谢大家